阳光洒落大地,马特开始了新的一天 他在医院工作,有一个性感美丽的女友 不过这些都是外人看到的表象 马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CIA特工 负责管理南非开普敦的安全屋 可名号说出来虎人,其中的苦涩只有自己清楚 他已经来南非一年的时间 每天除了打澡卫生外,就是盯着墙壁看 这让马特心中苦闷,郁郁不得志 他经常向上级大卫提出申请 希望能去一线大展拳脚 却每次都被大卫以资历上浅拒绝 但马特想不到的是 自己枯燥的生活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家好,我是探长K 欢迎回到补影大案局 今天让我们来翻阅动作区036号大案 由瑞安·雷诺兹和丹泽尔·华盛顿联合主演的《藏身之所》 还是南非,还是开普敦 一个男人正站在街头左过右盼 他忽然露出异味深长的笑容 转身走进身后饭店 从同伴那里取得一个神秘胶囊 接着躲进卫生间,注射进自己体内 就在这时,一个职业杀手未遂而至 拉开门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还没等杀手回过神 男人突然从后方偷袭 干脆利落地扭断他的脖子 尽管危机暂时解除 但男人明白自己已经暴露 他灵机一动 在饭店里找到一个和自己肤色体型相当之人 丢出一笔钱,让对方穿着自己的衣服离开 可那人刚走出饭店 就被埋伏在暗处的杀手一枪爆头 等杀手察觉到不对 男人已经和同伴从后门溜走 二人坐进车里迅速离开 同伴连连解释自己不是内鬼 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一枪爆头 紧接着,一辆汽车呼啸而来 狠狠撞上男人所称车辆 好在男人并无大碍下车混入游行的人群 可杀手们仍不打算善罢甘休 很快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 眼看自己即将被包围 男人忽然注意到不远处的美国领事馆 情急之下,他来不及多想 将武器丢进垃圾桶 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见此情景,杀手们只能懊恼返回 男人则将警卫说出自己的姓名 托宾 得知消息,整个CIA炸开了锅 当即下令封锁领事馆 因为托宾曾是CIA最顶级的间谍 他精通心理学 经常并不血刃完成任务 甚至改变整个征讯规则 可这样的天才却在九年前选择背叛 更是公然贩卖CIA情报 如今已经成为头号同期犯 没有人知道托宾为什么会背叛CIA 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自投罗网 这时大卫建议就地审讯托宾 因为一旦托宾被押送回国 CIA就无权处理 而像他这样的心理大师 寻常手段根本不可能问出什么 局长听了也赞同这一做法 便让副手凯特负责这次行动 凯特手下小队刚好就在南非 收到消息 当即将托宾接走 转移去最近的安全屋 而那正是马特负责的地方 此时马特还在无聊的消磨时间 得知要迎接客人顿时兴奋起来 凌晨时分 全副武装的小队压着托宾抵达安全屋 这场面看得马特目盾口呆 他可从没经历过这样的阵仗 而小队成员也懒得搭理这个菜鸟 匆忙将托宾绑在椅子上 关闭监视器后开始审讯 马特因为级别不够 没资格参与其中 他对关闭监视器这一点很是疑惑 不过很快便得到答案 小队队长清楚托宾的身份 直接动用非法的水行 马特看得是心惊胆战 没想到自己的同事竟如此惨无人道 而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托宾竟然能扛过两轮水行 眼看他仍不肯说 队长决定换住手段 然而就在这时 安全屋的电力突然关闭 紧接着警报声大错 众人随即觉察到部队 通过监控发现 杀手已经带人包围安全屋 这下队长也顾不得托宾 急忙命令众人准备迎战 马特更是被这变故下的不知所措 举枪连连后退 躲进黑暗中 他原本做梦都想上阵杀敌 但危险真的临近 才感受到其中的可怕 就在众人叙事待发之际 安全屋的铁门被轰然炸开 随之而来的还有两枚震炮弹 这招打得小队猝不及防 杀手们则趁机冲了进来 一场恶战随即打响 尽管小队训练有素 可杀手人数众多 装备精良 刚一交手便站去上风 打得小队节节败退 审讯室内的马特 听着屋外密集 如雨点般的枪声 早已紧张到满头大汗 心脏扑通扑通狂跳 托宾尖状明白 他是一个没经历过风浪的新手 便开启水炮模式 忽用马特保护目标 才是首要任务 而现在自己就是他的目标 马特被这番话说得举气不定 悄悄开门想要查看情况 却正看到小队队长被杀手处决 这也就意味着小队已经全军覆没 这下马特彻底慌了神 思虑再三 他决定先带托宾从后门离开 二人很快来的路上 马特抢下一辆车 命令托宾钻进后备箱 而后迅速向前逃去 此时沙手也顺着后门来到大街 正看到马特驾车离开 马特已经六神无主 只能将情况汇报给CIA总部 并申请带托宾去领事馆躲避 但这个提议随即被大卫否决 因为如果在领事馆门口交火 将会引起严重的外交灾难 可眼下南非除了马特 也没有其他CIA特工 凯特只好命令他先带托宾躲起来 等候下一步指示 马特听了只能无奈答应 然而刚挂断电话 杀手便追了过来 马特清楚自己寡不敌众 心一横顶着枪林弹雨 冲进隔壁车道逆向行驶 显而又显得摆脱坠机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托宾突然踹开后备箱 冲上前触手偷袭 更是用手铐勒住马特的脖子 围起关头 马特注意到前方标志 急忙转弯驶进停车场 扣上安全带后 狠狠撞向一辆汽车 脱兵因为惯性砸在挡风玻璃上 再无反抗之力 马特趁机举枪将其控制 不过他自己也是大汗淋漓 气喘吁吁 与此同时 CIA已经调查过马特的资料 发现他训练成绩优异 专业知识过瘾 并且没有任何异常 可杀手又是怎么找到安全屋的呢 局长顿时明白 身边藏有内鬼 当即命令大卫与凯特 调查所有执行者 就在CIA总部乱作一团时 马特二人再度上路 这次他痴疑现场一致 不再开车 而是坐在后座 举枪控制着托宾驾驶 忽然间 马特注意到托宾想拐入 通往蓝家的道路 急忙提醒他不要耍花招 托宾一技不成 又生一技 转而和马特交谈起来 三言两语便套出他的身份经历 并暗示CIA中藏有内鬼 毕竟安全屋的位置 可不会随便从加油站打听出来 不过马特立场坚定并不相信这些 见此情景 托宾又用自己的过往经历提醒马特 即便是将自己送给CIA 上集也会轻飘飘地说一句 你干得不错 接下来让我们接手 而如果行动出现意外 那么马特就会成为替罪羊 背上这口黑锅 况且二人在一起的时间越久 上集就会对马特越怀疑 如此残酷的话语 让马特若有所思 因为他明白托宾说的是事实 自己这种小人物是不可能分到功劳的 不久后 二人夺进一处旅馆 马特将托宾靠在水管上 转头给女友打去电话 他并没有告诉女友自己的真实身份 所以就编造个谎言 解释昨晚没有回家的原因 接着马特为了验证托宾刚才的话 让女友透过窗户 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结果真的发现楼下停着一辆警车 这下马特明白女友的处境同样不安全 急忙嘱咐他去朋友家赞助几天 尽管女友不清楚为什么 但他出于对马特的信任 还是答应了下来 二人的谈话被托宾听得一清二楚 他劝马特不要深陷感情之中 因为像他们这样的人 是注定得不到爱情的 终有一天 马特会和女友分别 无论他想还是不想 这番话让马特无比痛苦 他表示自己不可能离开女友 但眼神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坚定 等到傍晚时分 马特拨通CIA总部的电话 大卫告诉他 球场地铁站的柜子里 放有一个GPS设备 上面标注着城外藏身处的地址 马特下一步就是要带托宾前往此处 说完 大卫有承诺 只要任务完成 就会将马特调去他梦寐以求的一线岗位 可经历了这么多 马特已经对一线岗位有了新的看法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完成任务 他很快便带着托宾来到球场 顺利找到设备并确定目的地 然而返回时 托宾却动了歪心思 他注意到周围站满警察 便亮出手铐求救 高声呼喊自己遭到绑架 这场面随即引起警察的注意 马特同样被托宾搞得措手不及 他连连解释却无济于事 冲动间更是拔枪与警察对峙 这下局面进一步恶化 一名警员趁乱打倒马特 其余人一拥而上将其控制 托宾则被带去警察 等马特被押到警卫室 忽然从医务室的监控发现 里面一片狼藉 托宾则扮成保安悄悄溜走 警察同样看到这一状况 急忙赶去查看 等他们离开后 马特突然抱起 轻松解决两名看守 而后站在高处 接着对讲机指挥警员围捕托宾 可此时 托宾已经走出球场 马特只好上前去追 眼看他不理会自己 心中急切的马特顾不得其他 再度举枪准备将其控制 但这又一次引起警员的注意 一时间 现场变得骚乱 反而给托宾创造了有力条件 马特见状急忙去追 可警员突然朝他开枪 无奈之下 马特只好转身将其击倒 而后压下愧疚 继续寻找托宾 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地下通道 却不料托宾躲在暗处 二人随即举枪对峙 但马特显然嫩了点 托宾突然出手 一击中拳将他打倒 这下马特彻底绝望 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然而托宾却没想夺他性命 因为他从马特身上 看到曾经的自己 一样的热血 一样的笨拙 一样的义无反顾 所以托宾只是朝马特耳边 空放一枪 趁他失去行动能力时 飘然而去 这下目标彻底丢失 马特沮丧地将整件事 汇报给CIA总部 而他也因为持枪袭警 被全程通缉 凯特为了不让事情闹大 命令马特停止一切行动 返回领事馆准备撤离 但马特不甘心第一次重要任务 就这样结束 他表示 自己在开普敦生活一年 对当地了如指掌 一定可以重新找到托宾 这时CIA局长打断马特的话 告诉他 你干得不错 接下来让我们接受 局长的话让马特心中一惊 这不正是托宾曾说过的吗 不过他也不敢违背局长的命令 只能答应退出任务 挂断电话后 凯特指责起大卫的人办事不力 大卫也不甘示弱的反唇相计 表示如果凯特的小队靠谱点 也不会惹出这么大的烂摊子 眼看二人吵得不可开交 局长一弄之下 命令他们一起去开普敦 将这件事彻底解决 就在众人忙得团团转时 托宾躲在卫生间 取出体内的神秘胶囊 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 而后又剔去头发胡须 给自己拍一张照 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另一边 马特在车站找到女友 眼下情况危急 他只能将发生的一切全盘拖出 并拿出一笔钱 和一张飞往巴黎的机票 嘱咐女友离开此地 开始新的生活 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认识自己 得知真相的女友无比悲痛 他已经深深爱上马特 却也只能无奈离开 看着女友远去的背影 马特忽然感觉到一阵酸楚 而更让他后怕的是 托宾说过的话 已经一一应验 就在马特准备离开车站时 忽然听到车站广播提到 蓝家这个地名 他猛的想起 白天托宾企图前往蓝家 脑海中顿时灵光一现 马特急忙登入CIA信息库 找出蓝家区域所有人的名单 这举动随即被CIA总部察觉 技术人员根据马特的操作 锁定一个半甲证的黑商 卡洛斯 还没等他们展开调查 马特已经退出系统 他明白 这个卡洛斯就是托宾的目标 便决定违反命令前去寻找 此消息很快同步给 飞机上的大卫二人 凯特认为马特已经叛变 但大卫明白 马特一直想证明自己 而逮捕托宾显然是个 绝佳的机会 与此同时 改头换面的托宾 已经找到卡洛斯 二十多年好友 彼此十分信任 托宾想要一套新的证件 以此来逃离南非 卡洛斯二话没说便制作起来 然而阴魂不散的杀手再度出现 一枪打上卡洛斯 冲进屋内展开屠杀 见此情景 卡洛斯奋不顾身拦在楼梯上 用自己的性命掩护托宾离开 托宾尽管心中不忍 却也别无办法 只能从二楼向远方逃去 在枪林弹雨中不断穿梭 索性马特骑士赶到 驾车接上破冰 然而他们刚走没多久 一辆车突然直冲而来 将二人撞了个360度空翻 好在他们并无大碍 果断弃车逃离 可两名杀手仍在后方紧追不舍 等躲进一处公寓楼 马特决定不再逃避 叫住托宾展开反击 二人分别找上追击的杀手 托宾拼着受伤击毙一人 马特则将目标打倒后 逼问其幕后主使 随着他不断挥拳砸下 杀手只能透露 雇用自己的是CAA高层 这个消息令马特不可置信 满腔热血如今变得冰凉 在解决完杀手后 二人潜入一处药店 帮托宾包扎伤口 马特心灰意冷地表示 现在托宾说的每件事 都已应验 而托宾则不置可否 他看着马特的眼睛 一脸严肃地提醒他 不要滥杀无辜 因为托宾曾和马特一模一样 一心想要为国效力 可随着接触的事情越来越多 他陷得也越来越深 曾经为了解决一个目标 让整架飞机的无辜之人陪葬 而目标被暗杀的原因 是他要前往国会 揭露CAA的肮脏勾当 托宾就是因为 建国太多这样的丑恶 才会选择背叛 尽管马特已经相信托宾的话 但他也有自己的坚持 无论如何 都必须完成这次任务 隔天 马特终于带着托宾抵达安全屋 他留了个心眼 藏在暗处控制负责经营的特工 命令对方将托宾靠在水管上 又让他把消息汇报给总部 直到总部传来反馈 马特才彻底放心 和男人坐在屋内等待起来 与此同时 大卫与凯特也已抵达南非 在检查完枪击现场后 凯特认为 马特已经背叛CAA和托宾联手 但大卫仍是一口否决 并约他来路边上一下一步行动 凯特毫无防备地拉开车门 可等待他的却是夺命的子弹 原来大卫就是雇佣杀手的内鬼 对此毫不知情的马特 仍在等待支援 这时男人的手机收到一条消息 他双眼突然变得很辣 猛地抱起和马特打作一团 二人一路从屋内打到屋外 马特身上的伤也越来越多 他强忍疼痛打倒男人 拼尽全力 胜胜将其立死 做完这一切 马特拖着疲惫的身躯 来到托宾面前 询问他来开普敦 究竟是为了什么 而托宾也不再隐瞒 拿出那颗神秘胶囊 告诉马特 里面有一份记录着情报部门 贪腐官员的名单 其中就包括CIA 这下马特彻底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 他将手铐钥匙交给托宾 挣扎着就要离开 然而托宾却强行 从他手中夺走名单 而后不顾马特的恳求 起身离开 这无形的做法 让马特心如死灰 身体的疼痛 与背叛的愤怒交织下 他终于坚持不住 运了过去 等马特再度苏醒 发现大卫正坐在自己身旁 此时大卫已经摘下虚伪的面具 冷声告诉马特 是托宾杀害了静探员与凯特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撇干净嫌疑 接着 大卫又提起名单里 有很多高层的黑料 绝对不能曝光 自己也不过是奉命行事 谈话间 杀手走了过来 威胁之意异于言表 这让马特其气氛又无奈 他忽然发现 自己敬重的大卫 变得无比陌生 也无比丑陋 就在大卫准备 逼问名单的下落时 屋外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他随即意识到 托宾回来了 急忙和杀手起身寻找 发现一名手下已经被解决 大卫来到屋外 看到点燃的草垛 他还没来得及上前查看 面前汽车轰然炸开 热浪直接将大卫震飞出去 同时托宾也现出身形 如鬼魅般在走廊飘忽不定 干脆利落地将杀手解决 托宾找到马特 准备带他离开 可刚转身 竟被一枪打倒 原来大卫并没有死 他亮枪着来到托宾面前 兴奋地表示 自己即将解决这个 最让CAA头疼的叛徒 但下一刻 大卫却被马特开枪击毙 然而托宾已经被命中要害 生命迅速流逝 他将名单交到马特手中 嘱咐他一定不要被黑暗侵蚀 托宾做过太多不得已的事 已经无法再回头 但马特不一样 他还有选择 他还有希望 最终这位传奇间谍悄无声息地离开世界 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得到了马特的保证 一切尘埃落定 马特回到CAA总部 将整件事详细汇报 然而局长听完后 却表示为了CAA的颜面 必须隐瞒大卫所做的一切 更是威逼利用 企图让马特说出名单的下落 不过即使局长一再威胁 马特仍是推托不支 强调像托宾那样的狠角色 怎么可能把如此机密的事情告诉自己 这天意无缝的演技 让局长将信将疑 但他也没有任何证据 只能放马特离开 而刚走出CAA总部的大门 马特便将名单上的信息 匿名发送给媒体 一时间 整个西方世界 掀起轩然大波 无数高层相继落马 其中就包括CAA局长 不久后 马特找到定居巴黎的女友 二人隔着人潮远远相望 却再也不能彼此相拥 正如托宾所说 马特最终还是离开了挚爱之人 真是诅咒 也是命运 《藏身之所》是上映于2012年的动作电影 如果以五星之来评价本片的话 RK认为剧情三颗星 本片虽然也和叠战战编 不过剧情相对而言简单许多 主要集中在动作场面 对黑暗的揭露也是浅长遮止 并没有深究 角色四颗星 片中从头到尾基本都是瑞安雷诺斯和丹子尔华盛顿 这两位影帝的对手戏 二人精彩的演技让人看得很是过瘾 堪称一场视觉盛宴 在影片的结尾 马特暗中公布名单 小伙伴们觉得 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脱兵 被CAA通缉呢 觉得会轻打一 不会轻打二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K探长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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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